目前看来是等不到康特了,原本想修个墙面的功夫,没想到土地主镜跑了过来,想要阿祖法撤销对他儿子的申诉,最后劲闹得大打出手。 阿祖法今天特别的高兴,终于开始动工厨房了,在这里,他也开始娇小凯撒,如何给墙面整上漂亮的颜色。 在这里,阿祖法要把水泥提前准备好,就是不知道衣服好不好洗,如果戴个围裙什么的,可能会防脏一点。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阿祖法也学会了这么多本领,如果让阿祖法一人生活的话,现在好像越来越全面了。 而大家认为,阿祖法不依靠别人的情况下,会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吗?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。 但是目前来说,阿祖法各方面确实可以,左边的墙面都已经刷上了,接下来就是窗户的那一小块。 但意外此时来临,没想到,土地主境再次找了过来,这样的消息让阿祖法也心头一愣,因为他知道,每次他的到来,肯定会给自己带上一对的麻烦。 于是这次,他都不想搭理老人,而是让他先去旁边休息一下,自己整完了再来,可没想到老人非要和阿祖法谈谈。 最后没有办法,接着阿祖法立马就去洗了洗手,这样的前奏就像暴风雨一样,让阿祖法担心而又害怕。 但是他依然要勇敢面对,土地主的到来无非就是房子的问题。 阿祖法也表明了,这里我都交过房租了,经过上次的事情,我也很担心,现在我刚刚装修一下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? 谁知老人这次来的目的,竟然是为了他的小偷儿子,这样阿祖法就更加来气了。 因为他的儿子是偷走孩子的凶手,他必须要跟老人说一下,但是老人对于阿祖法的行为,依然是非常不赞同的。 表示你可以跟我讲,但是我的孩子目前在监狱,我是非常不希望的。 希望你可以跟帽子叔叔说说,把他给放出来。 但是阿祖法并没有商量的意思,原本把小凯撒偷走了,阿祖法就非常生气, 把那个二儿子送进监狱室最有应得。 没想到这次老人想要替他求情,阿祖法更不会允许,在门口就不断地控诉。 他的儿子的各种罪恶,看着阿祖法给他洗的葡萄,老人是一口也吃不下去。 但是在这时,他提出了一个和解的请求,声称他保证以后儿子不会再来烦他们了,希望你能放他出来。 但是阿祖法并没有相信老人,因为二儿子没有答应,到时候应该会再来报复他的。 阿祖法深知这一点,所以他死活都不答应,一定要让帽子叔叔制裁他。 眼看半天都说不懂阿祖法,没想到老人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 竟然把阿祖法的门给锁了起来,并且声称,要把阿祖法给赶出小屋,不让他住在这里了。 但是阿祖法知道,老人说的并不算数,所以阿祖法听到这里都笑了, 你都没有协议,为什么你还敢这样做? 眼看不好收拾,老人立马发起了脾气,想要把阿祖法给赶出这里。 幸好有摄影小哥的帮助,这一下才拉住了老人,其实也更怕老人摔倒了。 这么大的年纪,没想到三番五次地找到阿祖法,想要各种闹事, 这次又想阿祖法放过他的孩子,可惜的是,阿祖法不会这么傻了, 再这么傻的话,那么阿祖法之前的苦就白吃了。 就连小凯撒也慌了起来,想要阿祖法抱抱他,此时眼看没辙, 老人就想要赖在这里,不断地拖延时间表示,如果你不答应,那我就一直待在这里, 大不了我也不回去了。 阿祖法面对于这种事情,他已经非常有经验了,如果再这样, 阿祖法表示,我不介意把你也送进去,到时候你也可以看看儿子, 多日的历练让阿祖法成为了强人,面对这些坏蛋他根本就不惧怕, 反而是独当一面,一瞬间似乎充满了康特的影子, 简直是太厉害了,一方面是李说不赢阿祖法, 另一方面是气势也没有阿祖法足, 更何况阿祖法还给了钱,已经谈妥了一切, 所以他并没有搭理老人。 可奇怪的是,老人居然立马就离开了, 嘴里还放出狠话,声称我明天还会再来的, 你要答应我才行,阿祖法没想到这个老人这么顽固, 但是他要想个办法才行, 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, 多日的事情陷害让他深知, 老人明天可能会来报复他, 所以晚上的时候,阿祖法就准备告诉帽子叔叔, 提前做个准备, 而康特这个丈夫,阿祖法也是不指望了, 原本昨天就打算和他相见, 可一直等到了今天, 却依然没有一点消息, 而康特今天确实去找老者了, 可遗憾的是, 依然没有碰见老者, 而康特这次想在家里等他来着, 可仔细一想, 明明拿走了一个婴儿车, 老者都没有发现什么, 所以他们已经两三天没有回家了, 这样一来, 康特就又有了外出寻找老者的念头, 随后也是立马出发, 开始准备打听老者的位置, 话说康特这个性格就是倔吝, 如果在家里留下个纸条之痒不是更好吗, 为什么总是要到处找人呢? 接着康特就把宝宝带到了山上, 在这里, 他想要好好地陪陪他, 虽然平常都是跟着老者, 但是多日的不见, 也许是让康特想起了小凯撒, 于是这才留着老者宝宝, 不断地到处闲逛, 在这里, 跟着宝宝介绍山上的风景, 以及这里的一草一木, 他多么希望, 此时抱在怀里的, 就是他自己那位出生的宝宝, 话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念阿祖法他们的话, 现在最直接的办法, 应该就是给老者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, 很多网友看的也都疲倦了, 但这时, 宝宝却渴了, 于是康特拿出了婴儿车还有一些零食, 陪着这个侄子玩耍了起来, 但过了几分钟后, 康特还是担忧起了他们, 于是立马拿起婴儿车回到了山上, 接着他就带着宝宝, 各地的开始询问了起来, 询问老者他们去了哪里, 自己能不能找到他们, 而阿祖法也不能指望康特, 接下来他准备先离开小屋一下, 这样才不会被老人他们报复, 而视频也就到此为止了, 不知道康特会不会找到老者, 但是阿祖法这么又有了新的危机, 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安全度过吧。